大家好,这里是佛之园频道,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是,八月份开始横财助你家,接财纳福的四大生肖。 生肖猴,猴年出生的人八月份,运势有了很大的提升,各方面大放异彩,让人羡慕不已。 首先在工作当中,有贵人出手相助,很多事情都可以顺利地解决,大吉大利,另外财运无比亨通,财路大开,只要愿意把握住这次机会。 当然富贵迎门,和和美美,生肖羊,羊年出生的人性格和顺,平易近人,心地善良,他们和别人相处融洽,一生人缘极佳,有很多的朋友,当然会在必要的时候,给予他们帮助。 八月份属羊人的运势,就呈现出极佳的状态,大吉大利,有机会在八月份中。 大法一笔横财,从此财库丰隆,生活幸福美满,无忧无虑,有很多的朋友,当然会在必要的时候,给予他们帮助。 八月份属羊人的运势,就呈现出极佳的状态,大吉大利,有机会在八月份中。 大法一笔横财,从此财库丰隆,生活幸福美满,无忧无虑,生肖龙。 龙年出生的人,天生就有上天的眷顾,财力雄厚,意志力强,有毅力。 八月份开始,骁龙人,不仅有了好的财运,还会得到贵人的帮助,不缺财富和钱。 到那时,骁龙者就发大财了,只要属龙的人抓住好运气,不管他们做什么,他们都会特别顺利。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,只要他们愿意赚钱,他们就能赚很多钱,他们注定会出名和富有。 纳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,保佑诸位全家,平安顺利。 吉神相随,所求如意,逢兄化吉。 神志动达,幸福如意,心想事成。 如意吉祥,万事圣意。 财源广敬。 笑口常开,生意兴隆,蒸蒸日上。 福如东海,寿彼南山,年年有余。 世事顺心,万寿无疆。 真心祝愿诸位增长福寿。 如意吉祥,愿三宝加持和护佑。 生效洋人的终身寿命。 尤其是1979年的。 肖洋性格正直,亲切。 父同情心,羞怯。 聪明,随遇而安。 由于你意志力薄弱,因而往往会在感情上。 容易被人诱惑。 形成依赖性极重。 在恋爱中会不自觉地,处于被动的地位。 属羊的人,五行属土。 属羊的人幸运数字。 一,七,属羊的人不幸数字。 二,九,二属羊的人幸运颜色。 红色五行属土中带木。 木生火,火生土为生气。 希望运势比人强。 以使用红色系。 属羊的人不幸颜色。 眉红色。 幸运水晶。 笔袭,白水晶。 幸运属相。 羊育兔,马,猪大吉。 不能鱼属,牛,狗相配。 其他属相刺激。 三,一九七九年属羊的人。 五行是属土。 所以也叫土羊。 土羊的主人特性正直。 心直口快。 说话欠考虑。 四,可是他没有心计。 更没有估计别人的意思。 对兄弟极力尽心。 所以仍得到兄弟敬爱。 终身常有贵人选拔相助。 工作不会遇到啥艰难。 可算平稳健康。 五,土羊主人中的女人。 性情较温顺。 多是贤妻良母型。 这外属相非常有福气。 土羊主人中的女人。 性情较温顺。 多是贤妻良母型。 这外属相非常有福气。 因为土羊的主人。 是具有高雅的表面。 和崇高的情趣。 因而颇有兄弟缘。 六,但因他性情不稳定。 以生气。 又会令人望而生畏。 总的说来。 土羊的主人。 是有资历变成你最佳的朋友。 七,土羊的主人中的家庭主妇们。 家庭中颇多事端。 所以有必要。 多照看一些家中业务。 尤其是要当心。 保护夫妻间的感情。 八,爱情方面。 关于男性土羊主人来说。 是对比有利的。 异性缘较强。 女人的异性原则普普通通。 男孩子会遇到一个投合的同学。 我们共处和谐。 功课上的疑问。 亦可彼此研讨商讨。 供求前进。 酒财运方面。 土羊的主人有些反的。 所以在决议出资某个项目时。 一定要谨慎从事。 避免其成果令你焦头烂额。 时,在炒股方面。 命运呈先胜后衰的趋势。 所以,稍有收成。 便要见好即收。 切勿念圣不知书。 致使本力俱使。 纳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。 保佑诸位全家平安顺利。 吉神相随,所求如意,逢兄化吉。 神志动达,幸福如意,心想事成。 如意吉祥,万事圣意。 财源广敬。 笑口常开,生意兴隆,蒸蒸日上。 福如东海,寿比南山,年年有余。 世事顺兴,万寿无将。 真心祝愿诸位增长福寿。 如意吉祥。 愿三宝加持和护佑。 越老越有钱。 先苦后田。 一辈子前的五个生肖。 恭喜上榜的人。 人生如道吃甘蔗。 先苦后田的人生,才是我们所追求的。 有的生肖注定先苦后田。 在十二生肖中,总有那么几个生肖。 在金钱方面能够聚财的。 我们来看看,谁是那最幸运的。 生肖猪。 属于猪的朋友福气深厚。 虽然表面憨厚老实,实际非常精明。 他们脑子转得超快。 特别体现在商界里面。 属猪人对金钱很敏感。 他们是懂的。 怎么保护自己的利益。 在事业上他们敢闯敢拼。 加上自己一定文化修养。 想不发财都难。 生肖蛇。 生肖蛇的朋友。 有天生的偏财运。 而且常有贵人相助。 依靠住这样。 大好的偏财运。 就算不是。 全部依靠自身的力量。 都能赢得不错的财富。 他们早年虽运势不错。 只是心态不够成熟。 随着年龄的增长。 他们也在不断地磨练自己。 最后事业也会迎来。 最佳的发展时期。 厚福无穷。 越老越有钱。 生肖牛。 生肖牛的人。 自己不怕吃苦受罪。 能够是脚踏实地。 一步一步靠近目标。 能够是脚踏实地。 一步一步靠近目标。 年轻时多半默默地耕耘。 到了终晚年。 反而能一鸣惊人。 无论现在多目劳苦。 将来势必会取得成功。 属于于大气碗成形。 财运以暮年为家。 后半生不愁没钱花。 不愁没福祥。 生肖鸡。 鸡年出生的人。 天生先苦后甜的命。 生肖鸡的人。 本身是命中偏财之库的。 财运真的很不错。 一直都不差钱。 钱花完了还会再来。 但是生肖鸡的人。 如果用钱小气。 对人也小气。 这样就会格局太小。 没有什么福气。 如果是大方的生肖鸡。 则命好福气高。 人人爱戴。 生肖狗。 生肖狗的朋友待人热情。 干事从来不怕吃苦。 就算他们不是韩柱。 金汤匙出生的。 将来也一定是有钱人。 生肖狗的人。 贵人缘超级的好。 很喜欢与人交朋友。 前面越吃苦。 后面越有钱。 特别是结婚以后。 生肖狗的朋友。 一定会贫瘠自己的努力。 创造无限的财富。 你有上榜吗? 小编母亲的生肖就是属于。 越老越有钱的。 我觉得还蛮准的。 那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。 保佑诸位全家平安顺利。 吉神相随。 所求如意。 逢兄化吉。 神志动达。 幸福如意。 心想事成。 如意吉祥。 万事圣意。 财源广敬。 孝口常开。 生意兴隆。 蒸蒸日上。 福如东海。 寿比南山。 年年有余。 世事顺心。 万寿无将。 真心祝愿诸位增长福寿。 如意吉祥。 愿三宝加持和护佑。 生肖蜀相侯。 蜀侯人在2024年有三喜意在。 蜀侯人佩戴什么? 可以辟邪招财转运。 每个生肖的发展运势。 都是不太一样的。 在最近几年。 蜀侯人的运势都是非常低迷的。 让蜀侯人觉得非常的难过。 但是在2024年。 蜀侯人能够迎来转机。 至于2024年。 是蜀侯的大灾之年。 的说法并无依据。 只要能够乐观面对。 不断克服困难。 就算有大灾也能化解。 2024年蜀侯的大灾之年。 2024年蜀侯要出大事。 24年蜀侯工作运势。 2024年龙年对于蜀侯人来说。 工作运势是很好的。 蜀侯人要积极主动地学习。 能够抓住机遇。 不断激发自身潜能。 蜀侯人可以通过。 保持自己的学习状态。 能够自主学习。 不断拓宽自己的知识面。 不断提高自己的能力。 蜀侯人还要积极参加。 更多的有关工作的培训。 不断增加自己的项目精力。 以求得更多成功。 其次,蜀侯人应该善于把握形式。 锻炼自己的实践能力。 积极提升自己的工作能力。 小侯感情运势。 蜀侯人在24年。 会收获到。 幸福圆满的感情生活。 不仅感情路上的阻碍会减少。 恋爱中的小情侣。 也能结束爱情长跑。 进入到婚姻的殿堂中。 单身的蜀侯人这期间。 桃花蕴特别的旺盛。 有机会遇到一个各方面。 都很合演员的异性。 只要蜀侯人好好地把握。 就能顺利地脱单。 移婚的蜀侯人。 在这期间关系也很稳定。 虽然偶尔会有伴嘴和争吵。 但两人能够越吵越甜蜜。 并且双方。 能够互相忍让与包容。 避免产生矛盾与纷争。 否则会给婚姻生活。 造成不利的影响。 24年猴健康运势。 属侯人在24年的。 健康运势非常好。 第一,他们拥有良好的健康运势。 而且可以更好地把握健康的机会。 能够活力满满地去工作和生活。 第二,有了龙年的繁荣。 他们可以从瑞寿中获得健康的加持。 防止病痛和意外。 在龙年。 属侯人们。 应该保持良好的饮食习惯。 避免暴饮暴食。 无视营养。 以免影响健康。 属侯人在2024年间。 可以选择配的白水晶。 能够为自己带来很大的帮助。 花钱会勤俭节约一些。 属侯人佩戴黑色手绳。 能够低调内敛。 降低存在感。 不会吸引外人的注意力。 佩戴本命佛能够获得恩惠。 拥有光明智慧。 对于人生发展道路。 能够起到促进作用。 佩戴皮修能够招财转运。 拥有好的财运。 一,白水晶。 属侯人在2024年间。 可以选择佩戴白水晶。 白水晶贴身佩戴。 会让属侯人保持理智。 起到静气凝神的作用。 身体健康方面。 都能带来很大的改变。 属侯人花钱大手大脚。 没有存钱观念。 借助于白水晶能够。 让自己的财运状况。 得到明显的改善。 不过每次花钱时低声下气。 找身边的亲戚朋友借钱。 自己有钱了以后。 就会显得更有底气一些。 白水晶也能让属侯人的感情。 更加稳定一些。 二、黑色手链。 属侯人在2024年间可以选择佩戴黑色手链。 黑色手链对于属侯人而言会是最佳的选择。 颜色低调内敛。 能够降低存在感。 不会让属侯人吸引外人的注意力。 被小人所打主意。 工作生活变得越来越稳定。 也能让属侯人拥有强大的内心和大脑。 遇到挫折时不会惊慌失措。 自乱阵。 三、本命佛。 属侯人在2024年间可以选择佩戴本命佛。 能够获得巨大的恩惠。 拥有光明和智慧。 对于人生发展道路而言。 能够起到帮扶作用。 在整个人心态焦虑。 觉得前途黯淡无光时。 能够散发出强大的功效。 让属侯人坚定内心。 打开眼前的迷雾。 看到前进的道路。 还能够为自己带来无穷无尽的能量。 变得更加聪明一些。 四、啤修。 属侯人在2024年间可以选择佩戴啤修。 啤修是神话故事里的神兽。 属侯人佩戴可以为自己带来福运与好气。 还能够让自己在事业和财运方面更上一层楼。 工作一帆风顺。 生活步步高升。 脾修饰品有很强大的威严效果。 佩戴脾修能够消除邪气。 浑身上下充满助正能量。 纳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。 保佑诸位全家平安顺利。 吉神相随,所求如意,逢兄化吉。 神志动达,幸福如意,心想事成。 如意吉祥,万事圣意。 财源广敬。 笑口常开,生意兴隆,蒸蒸日上。 福如东海,寿比南山,年年有余。 事事顺心,万寿无将。 真心祝愿诸位增长福寿。 如意吉祥,愿三宝加持和护佑,留下自己的心愿。 在评论里点赞祝福别人的心愿。 自立等人,大愿就可以实现。